歌神陈一迅在2.3亿买下豪宅 方展正知习妻子名字 自己却开铺二手车 被帆布包 由于今年的疫情影响 原定在香港举办的25场演唱会 一波接着一波被取消 今年近乎零收入的他 在访谈中表示卡里只有3000万 有点顶不住了 何况陈一迅对妻子也是出了名的宠爱 妻子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买买 平日购物大手大脚 但陈一迅不仅不反对 甚至还公开力挺 各身为爱妻买下了2.3亿的豪宅 而自己的背包只是普通的帆布包 打扮非常低调 开着的车也是妻子曾经开过的铺二手车 价值只有十来万 而妻子却开着豪车 这种反差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陈一迅妻子被宠上天是有原因的 在陈一迅低谷期 是妻子义无反顾的拿出所有积蓄给他周转 在父亲入狱时 妻子更是陪着出入法庭 两人结婚14年依然甜蜜到羡煞旁人 而面对今年的疫情 毫无收入的陈一迅并非袖手旁观 他发起了慈善演唱会 现唱组无法量指标3500万次的好成绩 同时筹得了500万元的善款 可笑而知陈一迅在影坛中的影响力有多强 但在近日的一个视频里 他被嘲讽过气 一老卖老的声音包围着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战斗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说出口 也不试过分手 怀抱既然不能倒流 可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边享受 一边泪流 他人气受到质疑 400万真爱粉站出来入阵 堵得杠筋 哑口无言 女儿追那地明星 陈一迅边吃醋 边帮着女儿一起追 陈一迅一句话引起热议 都叫我Eason哥 他说 就是我说 你知道那些人可能看到我 都会觉得 Eason哥 也许他们比我红 但是 但是我的地位比他们高 因此大被嘲讽 靠Q顶流明星维持热度 而陈一迅真的需要 以这种方式维持热度吗 前几天陈一迅入住抖音 24小时收获484万粉丝 人气霸贫 明星榜第一 影响力上千万 他的突然空降 带回了武术月迷的青春 拍长江不甘惊悶地靠死 让江华出面秀香 十二十五周年 都让自己调皮地改编 十年等不少大咖 统统出来出阵 网友们直呼 圈头鹰人民都在欢迎陈一迅 虽然他很久不营业了 但一出手必数精品 有句话说得好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他是个发际线高出天际 不仅中眼泡 还有点发肤的中年男人 但他也是半个地球人民 格丹利的神 连亚洲天王流的话 都甘拜夏丰 叫他师父 他一开嗓总能震慑一大片人心 甚至在韩国也能让全场人 跟着他唱粤语歌 陈英旭 祖籍是广东省东莞市 十二岁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 语言不通成为了最大困境 曾被同学霸凌过的陈一迅 在其中学会了幽默化解愤怒 因此成就了神经病研究所所长的说号 另一方面 他也是个疯癫的天才 如人说 他是香港的末代歌神 陈一迅回国后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 凭借一声望月 拿下冠军就此出道 而他出道时 香港歌台的黄金时代 已经入了尾声 可当梦想出手可及的时候 父亲因受贿赂入狱 女儿的出生 让陈一迅顶着巨大的压力 这段时间是他的人生低谷 但又不得不振作起来养家 于是他闭关凶烈 创作出了改变他一生的浮夸 这首歌让他宠回天峰 甚至可以说是火遍全国 紧接着 十年 好久不见 富士山下 淘汰 单车等歌曲 也成为月明心中的经典 回望星光彻散的香港乐坛 陈一迅成为了最后一个天王 今年是陈一迅出道的25周年 他再次走入观众事业 延续着他的鬼马形象 在崭新的流量时代里 旧时代的歌神 抓住了时代的脉步 重新证明着他的号召力 那些深入灵活的演唱 依旧有着击中人心的力量 他唱出了友情 亲情爱情 欲获人生哲理 2020年即将末尾 终于陈一迅变成了陈一生 准备用他的怪和他的歌 再次治愈全世界